好 上个周末在美国南加州著名的威尼斯海滩发生了一起致命的意外悲剧 一名20岁的南加大学生在附近潜水的时候不幸被雷击失去了宝贵的生命 那么其实警方说雷击发生之后另外还有13名游客同样也是被雷击中 其中有两个人伤势比较严重送医治疗 而其他人是受到轻伤或惊吓 那么在附近的这个卡塔利纳岛也有一名57岁的游客遭到雷击 还好没有重伤 有关待会也呼吁大家 如果说你听到雷声 即使没有下雨你也应该赶快进入室内 或者是赶快寻求遮蔽物以测安全